惊喜是因为意外 你每次把自己惊喜都提前告诉了自己的女朋友 然后呢 让她的希望值很高 结果呢 你的那个惊喜在她眼里 根本不是惊喜 但是我能看出你已经努力了 关键是方式方法出现了问题 所以这一点 你还真误解她了 另外你认为她哄你就是爱你 对吧 但是哄也并不能完全定义为爱 男生哄女生天经地义 但你要知道 世事要哄 也总要哄得累的一天 哄得烦的一天 当然你也有些小问题 原来你死死的追她 现在追上了 你是不是有点感觉 就像鱼被吊上岸了 就不用喂食了 你就比较随意了 所以爱情 有时候还真要双方努力 大家去保鲜 但同时生活也是要的 爱情也是要的 在这样的一个迷茫的当口 关键要看 这一个男生 他的品质如何 好的 我就说这一点了 好 谢谢 谢谢波红秀 向导老师 二位好 一开始我先送给你们两个人 各一句话 对男生说的呢 就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嘴甜点 别犯懒 对女生说的就是 不要猜 请直说 你们两个人都有一个 共同的问题是什么呢 在这段感情当中 一年了 已经失去了对对方花心思的 那个初衷 我相信在一开始 你追他的时候 你一定不会说 你腿怎么那么粗 你死沉死沉的 你会说吗 不会吧 一定不会说吧 就是因为你觉得 已经这样了 还能怎么样啊 已经在一起了 还需要花心思去说那些话吗 但恰恰是 时间越久 我们花心思要越多 嘴要越甜 明白吗 明白 女孩也是 一开始 人家送你零食 就觉得特别是惊喜 可是当他拎着一袋子零食 坐火车 回来看你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没什么呀 可是你没有想到 他拎着这一袋零食 要上上下下楼梯 坐火车 要走多少个台阶 才能到站台 出站口 要走多少步路 才能坐上公交车 坐上公交车 要站多长时间 才能到达学校 见到你 把这一袋子零食 碰到你的面前 你也是 在这段感情当中 丧失了最初的那个初心了 所以我们常说 我们要 记得相爱的初心 谈恋爱需要更多的是什么 是耐心 希望你们都能 置始至终 保有这份耐心和初心 好吗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许总 我就想谈谈 哄在恋爱当中的重要性 哄非常重要 哄意味着什么 哄的那一方 意味着对对方的尊重 包容和疼爱 而被哄的那一方呢 是能够感受到 对方对自己的重视 关心和呵护 所以哄非常重要 但是怎么哄 怎么别变成哄骗 有一种行为就是哄骗 通常事情发生了之后 自己犯错了 说啊 对不起 我错了 下回改 别生气 这就是口头上的 这不是真正的哄 真正的哄 第一是要用心的 用心做什么呢 用心去了解对方 到底你需要的是什么 而且要花心思 去满足对方 同时呢 要迟迟以恒地坚持下去 行动远比嘴上的甜蜜 要好得多 其实在哄的时候 一定不能只是单方面地哄 就如同女生觉得 当时男生是追我 所以你一定要不停地哄我 错了 为什么开始她会哄 开始她愿意哄 到后来她懒得哄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得到回报 你同样应该哄着她 我教你怎么哄她 你就每周给她一天时间 就让她去玩游戏 这就是哄 在她玩游戏的时候 就不要去打扰她 因为她也需要自己的空间 这就是哄 明白吗 她也很需要哄的 你哄着她 她就会自发地哄着你 互相哄 这就是宠 互相让 这就是爱 有这么一句话 不会哄的人 并不一定是不爱她 但是不愿意去哄的人 一定是不够爱对方的 你们双方愿意去哄对方吗 如果愿意就够爱 如果满心自问 已经不愿意了 或者女孩只是说 我因为只要被哄的话 那你要的不是她 你要的只是一种被哄的感觉 明白吗 彼此爱对方 哄自然而然就会去做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胡老师 你闹 我哄 你气 我宠 你醉 我赔 你哭 我疼 这哄 宠 陪 疼 只有哄是用嘴的 宠 陪伴 疼爱 都是要用心的 你看你刚才在表述过程当中 你喜欢哄哄骗骗 你喜欢搂搂抱抱 但是这都是花架子 你会发现女人一旦生气的时候 就养成一种习惯 男人的本能不是要解决问题 而是先把你给哄平稳 而事实上最后你会发现 好 我的气是消了 回过头来一想 我所说的问题一件都没有解决 这就形成了生活当中的恶性循环 于是男人就掌握了某种最低成本的方式 就是你一旦说我要改什么 我第一想法不是深究这个原因 使我先把你哄骗的气消了为止 但事情依然我行我素 如果一个女人总是要求男人来哄自己 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一样 事实你就会发现 问题累积的越来越多 而男人哄来哄去 也就那几招 所以哄和撒娇偶尔为之 对男人来说是起作用的 如果当成了家常便饭和流行的法则的话 那到了最后你只能让人讨闲 所以说适当地要求对方哄哄自己 可以是生活当中的调料 但大多数时候 要直白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 就这样 好 谢谢托老师 别套路 为什么会有那种感受 他给的惊喜都不再是惊喜了 是我们在接受的所谓套路性的东西太多了 恰恰我自己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男朋友 我的恋爱应该怎么谈 大家都忘了 我们全按一个标准在谈恋爱 那个标准是什么 我看现在年轻人大多是按朋友圈发的截图来谈的 如果你们以此为谈恋爱的标准 是挺累的 可不就挺累的吗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 彼此尊重 所以给你们的建议啊 就是老师们说的那些 是持宠也好 是哄骗也好 还是说尊重也好 还是说要揣摩对方的心思也好 其实说白了就是 把恋爱谈的个人一点 自我一点 你喜欢这样 你就说 我喜欢的惊喜是什么样的 你总会点它吧 它也不是个木头疙瘩 所以谁不会谈恋爱呢 其实恋爱都会谈 只是看你想不想好好地谈 没什么好说的了 因为我一直期待 放了两只箱子以后 我再想 什么碎片啊 什么记忆啊 是一包零食吗 还是别的什么 所以接下来 一起进入到 真情六十两 我知道你是一个挺优秀的人 咱们两个都认识两年了 生活点点滴滴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你是挺好的人 而且我也觉得 我真的特别想珍惜你 你说的那些毛病 我都会努力地去改正 我真的会努力地去改正 但是如果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我希望你也能直接跟我说 我真的不想失去你 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行了 来 彼此去拿对方给你们准备的那个机翼碎片吧 拿来就可以回去了啊 请关门 请开门 女孩还哭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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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不哭了 哎哎哎 走到马路上都不想抱 到这儿这么多人看着你们抱 不像话 男生什么礼物啊 什么碎片啊 女生说吧 啥碎片啊 是一个睡衣 睡衣啊 怎么你们这是睡衣的记忆呢 他跟我说我不关心的 就对他一点都不伤心 然后其实这个我都买了很久了 但是就是因为前两天吵架 然后一直都没送给他 表面上说是不关心 其实我感觉他很关心 就是一件睡衣让他觉得女生在乎他 你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盒子吗 我刚开始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给他买了一个手链 然后他那个手链 就是我送他的第一个礼物 然后他比较喜欢 但是在寝室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就丢了 丢了以后我跟他说 没事以后他还会时负责的 然后就给他买回来了 其实那就是我的第一件礼物 哦 这是他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 所以是想回到最初是吗 你们其实回忆一下老师们说的话 句句是不是都在里呀 没有谁希望自己的这个爱情 越走越朽 最后枯萎掉 所以喜欢的还是爱情鲜花盛开的时候的 那个样子 今天是通过这个找到了那个样子 但是未来的路其实还挺长的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谈恋爱也需要一些仪式感 至少你们自己通过这个时间是弄清楚了 是这意思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祝你们开心快乐送给你们 谢谢 来 两位请回吧